看到这个台中线有一位先生啊 他带着自己婚外情的对象 跑到汽车旅馆去偷情 结果被人家给偷拍了 还以电话跟他勒索三十万元 他就收到了这个光碟啊 好像是光碟打开他一看 哦紧张要看到自己 哎不是他嘛 怎么是隔壁的太太 原来大家都不规矩啊 这个警方抓到了这个有一个车手啊 坦诚说他收了两千五百块钱 帮人家运送这个光碟去寄给人家 但是呢要按照车号来查出车主的地址 这不是一般人不是你我都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警方怀疑说会不会司法单位 或者是监理单位当中有人也参与在里面 招人偷拍的就是这间汽车旅馆 每个出入口都设有监视器 门上还贴有反针孔偷拍装置 业者强调非常注重客人隐私 从那个整整期啊 嗯对 那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个之前的机型比较老旧的样子 从后来换新的 什么时候换的 什么时候换的 不清楚因为是最近才那个 这几个月才换的 歹徒就是利用汽车旅馆的监视器 拍下客人的车号查出被害人住址 再将偷拍的光碟寄到被害人的住家 或是夹在车子的挡风玻璃上 借机勒索 台中县一名张姓男子 就是接到歹徒电话 遭人勒索30万元 否则就将光碟曝光 吓得男子立刻报警 因为客人有投诉说他们被偷拍 我不清楚啊不好意思 遭偷拍的汽车旅馆 业者非常低调 警方也寻现逮捕到一名车手 他坦诚以一天2500块钱的代价 帮人运送光碟 警方也在车上找到上百片的 偷拍光碟 估计受害的人不少 但要靠车牌号码查出车主的地址 真的不容易 警方怀疑不排除有司法与监理单位人员参与其中 中天新闻韩志欣 叶家文台中采访报道